各位老师好 今天我们要来给大家示范的是Pasco的新产品 CodeNote的操作 从看名字就可以知道 CodeNote是一个是用在Coding 也就是写程式的工具 由于108课纲将程式设计 编入了国高中的必修课程中 所以Coding就变成了学生必须学习的一项技能 当然 如果学生们真的已经学会从无到有自己写出一个程式 那他都已经可以直接去当程式设计师了 所以说我们要在高中、国中教他们的 并不是真正的程式设计 那我们要教的是什么呢? 108课纲在科技领域的教学目标 大致可以诡纳成下着6个方向 看完之后大家应该能发现 重点并不是真的要让学生学会Coding 而是在学习Coding的过程中 让他们学会对现代科技抱有正确的观念 让他们了解到电脑除了提供娱乐之外 还能用来解决许多问题 那么现在让我们回到CodeNote上 这个小方盒到底要怎么帮助我们学习Coding呢? 首先我们把它开机 可以看到他用了一个笑脸来欢迎你 好,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上面 有职场 运动 光强度 温度 声音 以及两个按钮 总共6种的讯号输入方式 这些让CodeNote他可以接收来自外接的讯息 而这里则有LED灯 LED阵列 以及麦克风 这些讯号输出的方式 让CodeNote可以把讯息传达到外界 也就是说 他让学生可以把他Coding的内容 实际上跟现实中发生的事情产生互动 那么我们先来做一个简单的示范 我们要让我们的CodeNote变成一个可以自动感应周遭亮度的小夜灯 就像所有的Pasco无线感应器一样 我们要来把它跟手机进行配对 我们选择亮度就好 其他的都不需要勾选 然后让我们用数字表来表现 那首先 因为我们想要让CodeNote他可以在明亮改变的时候 然后做出一些变化来反应 那么我们首先当然就必须先知道 在我们现在没有做任何变化的时候的光 大概是有多强 那我们现在可以看到 大概这个光的强度就是在 10点多 大概有点接近11%的范围内浮动 现在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要设定的数据了 我们可以看到光强度大概变成了在2%到1%左右 那现在我们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设定了 先停止 好 然后接下来只要按下画面上的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进入Coding的页面 SparkView软体它使用的是Blockly的一个编码方式 这个编码方式其实在很多地方也都可以见到 最著名的就是Google提供了一个Blockly Games 一个让你使用游戏来学习如何编辑程式的免费的小游戏 好就如同Blockly这个名字一样 它在编码的时候是使用方块的方式 来表达每一个程序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 那实际上就完成了 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的测量亮度小于3的时候 就会让LED灯亮起来 否则LED灯则是暗的 那我们就来实际测试一下 我们解释这个程式的效果 在完成程式之后才按一下完成 接着就让我们来测试一下 我们开始记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以上是我們的第一個示範 好,現在讓我們開始我們的第二個示範 我們現在要來看看如何把我們的ConeNote變成一個骰子 那麼首先當然我們要來改變一下我們要測量數據 為了讓它變成一個骰子 我們必須要能夠再測測到我們的晃動的時候做出反應 所以讓我們選擇X跟Y兩個所加速度 好,然後接下來讓我們來稍微測試一下 讓我們把它拿起來晃動的時候 它的加速度大概是多少 好,那現在就讓我們開始我們的Coding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好,現在已經完成了 這個就是我們做出來的一個把Code Note變成骰子的Coding 現在大家可以看到畫面裡面 我們已經把它設定成 當X跟Y軸的加速度絕對值相加大於10的時候會執行動作 然後要讓它執行什麼動作呢? 首先大家可以看到這邊是可以設定Code Note的正列LED 我們預設當你骰動它也就是加速度加起來大於10的時候 它會先清空 我們可以看到這邊設定亮度為0 然後接下來如果搖動繼續的話 它會先進行20毫秒的休眠 這個設計是為了要防止你在搖動的過程中 它會一直反覆的運作 於是在休眠20毫秒之後 我們這邊設定了一個變數 就選擇散幕 然後讓它隨機取速1到6 接下來一個一個設定如果散幕為1 那我們就設定這裡LED就是這個一點的地方會發亮 然後以下類推就把2、3、4、5、6的部分 全部都把它設定好分別會顯示成什麼樣子 好,那我們就直接來示範一下 這樣完成之後會是什麼樣的狀況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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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還有提供很多的範例課程,可以讓學生去做練習 等學生已經有熟悉的操作之後,就可以再更進一步 由老師這邊跟學生這邊互相勞力激盪一下 到底Kono還能做到多少事情 而除了我們今天示範使用它本身的感應器之外 Kono還可以跟所有的Pascal無線感應器結合 一起整併到軟體裡面 例如像是溫度、PH、力量等等 都是很好的題材 只要能夠好好的使用Kono 就能夠激發學生的創意 進而產生無限的可能性 謝謝各位老師的觀看 那我們下次再見